男人每天晚上帮人清理排污曲 白天又马不停蹄地跑去工地搬砖 只因他没学到一样像样的技能 只能当个最低级的F级冒险者 专门接这些别人都看不上的打扎尾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弱鸡的男主 没想到有天会在工地遇到个牛头人 为了救下即将被杀的少女 男主竟停借一把短剑加一招招架技能 直接将牛头人的巨斧反弹回去把自己斩首 牛逼 15年前他还是个懵懂少年 每天的生活除了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 就是放羊跟狩猎小动物来补贴家用 然而那天晚上男主刚煮完肉汤 打算端给母亲品尝 却发现母亲已经病逝 在将母亲和父亲葬在了一处后 男主又度过了一阵子平淡乏味的日子 直到那天夜里他翻开了一本故事书 让他回想起曾经父亲讲过的故事 那是个关于冒险者的故事 在父亲的描述下 冒险者是一个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会挺身而出为了同伴挥舞手上武器击退邪恶的人 这一下子让男主找到了往后的目标 那就是成为一个能帮到别人的冒险者 于是说干就干 再给家出门放了足够的粮食 又与父母道别了一声后 男主终于离开这个待了十几年的山上小屋 朝着山下的城镇出发 走了两天两夜的路程后 男主总算是找到了最近的城镇 进城后繁华的景象无不让他无比好奇 然而等他来到工会后 接待他的大叔却嫌男主是个小孩 让他赶紧从哪来回哪去别让父母担心 当听到男主说自己父母已经不在后 或许是可怜男主孤苦伶仃 大叔没再强硬的让他走 而是教他去王国培训机构 先学几招有用的技能再回来注册当冒险者 于是男主先去了剑式培训所 因为故事里的英雄就是一剑就击败了山一样大的巨龙 在训练中很快就有人学会了火炎剑技能 男主剑壮更加努力挥剑 然而三个月过去后 基本人人都学会了各种厉害的攻击技能 只有男主一个攻击技能学不会 只学会了一招弹开攻击的招架 导师只好劝他去别的培训所尝试下挖掘别的才能 于是男主又来到了战士培训所 希望能阻挡攻击成为伙伴最坚强的护盾 然而又是三个月过去 除了肉体能力有微弱的提升外 男主依旧是没能学到什么关键技能 导师看他不是当战士的料 只好劝他去其他培训所尝试一下 结果当猎人 男主没有运用精巧道具的才能 去当盗贼 又不会解除宝箱的陷阱跟感受周围的气息 去当魔法师 学了三个月只学会了最皮毛的微火术 连魔法导师都生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见魔法天赋如此差的 最后去当僧侣 又是学三个月只学到了一招治疗擦上的微量治疗 当工会的大叔听闻他所有职业都学满三个月 居然没有一个职业合适的时候 也不由得佩服男主的才能 但工会有规定 学习不到指定技能的人无法成为冒险者 无奈他只好回到山上小屋 但毫无才能并没有打消男主当冒险者的梦想 反而让他下定决心投入更多的努力进行训练 接着他在四周挂上树枝 按照剑术导师的教诲 只要不断锻炼某一项技能的话 就会有机会学习到新的技能 于是男主不停挥剑锻炼自己的招架技能 早上练中午练晚上也练 一年后他已经能用招架技能一口气弹开十个木棍 虽然依旧没有学到新的技能 但这丝毫没让男主感到气馁 三年后他更是一口气能弹开上百个木棍 也依然没有学到新的技能 为了能学到有用的技能 为了能当上助人为乐的冒险者 男主这招架一练经又练了十年 在这十四年里他每天都不断进行锻炼 甚至能一口气弹开上千根木棍 却还是没能学到新的技能 抱着最后再努力尝试一下的想法 男主再次来到了工会 前台查看他技能栏指挥 招架 身体强化 投石 前行 微火术和微量治疗后 只能委婉地拒绝了男主的注册冒险者申请 就在这时当初的大叔走了出来 如今他已经成了这里的会长 再得知男主就是当初那个小孩 这些年都在日复一月的锻炼招架技能后 会长都不由得佩服他的意义 但冒险者注册机制摆在那里 就算是最低级的一级冒险者 也需要有一个实用技能才能注册 男主的这些技能都不符合这项规定 正当他想放弃冒险者这条路时 没想到会长又指了一条名路 原来一级冒险者下面还有个F级冒险者 这个级别的冒险者不需要技能规定就可以注册 但相对的也禁止接讨伐类的委托 和需要离开城镇的采集类委托 唯一能接的只有镇上的杂物委托 所以基本没有人会为了打杂而注册成为F级冒险者 况且还要被工会抽取部分报酬当中借费 然而男主根本不介意这些 在他心里当冒险者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就这样男主成功当上了最低级的F级冒险者 之后的日子里他利用身体强化 干一些搬运货物的委托 或者用潜行技能帮寻找走失的猫咪 亦或者是用微火术 给人做饭照顾生病的老人 闲暇时还不忘坚持挥剑锻炼自己的招架技能 虽然日子过得很苦 但能帮助到人 这也让男主十分的满足 不敢再有别的奢望了 然而这天在工地完成委托后 男主突然听到有人在求救 立马循着声音找去 结果看到一头巨大的牛头人正准备攻击士兵们 士兵们完全不是牛头人的对手 就算是群起围攻 也被牛头人一斧子全都解决掉 就在少女面前 最后一名士兵都被一斧子砸成肉饼后 男主终于反应过来 一手投尸砸向牛头人眼里 成功将牛头人的仇恨吸引过来 他本想拉开距离 让少女能趁机逃跑 但奈何牛头人速度极快 没跑几步就追了上来 男主只好转身使用招架技能 没想到直接将牛头人弹开到了一旁 待烟雾散去后 牛头人又再次发起攻击 男主只能不停地用招架弹开 他深知自己只要吃上衣服必死无疑 但此时除了招架根本没有反击的空隙 更别说就算有空隙 他也没有任何攻击技能 眼下只能是趁机开溜逃命 但男主往旁边一看 却发现少女还在原地根本没逃 此时牛头人也注意到了少女 立马改变目标朝少女袭来 剑撞男主发动前行技能 迅速来到少女身边 用招架技能弹开了牛头人的攻击 少女是 身上的束缚魔法终于解除 男主也几乎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气 此刻他只觉得自己太过废物 连只大牛都打得如此费劲 险些丧命 根本不配他上旅程在这个世界冒险 沮丧的他婉拒了少女的大邪 没留下姓名便默默地离去 这个男人怎么都没想到 他那隐居深山二十年福建二点五一下 所掌握的招架一切的谈反技能 在他下山后 竟还差点打不过新手村里的一只小牛 虽然最终险胜 也就下了神秘少女 但男主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发誓从今以后要每天惩罚自己把修炼量加倍 可他殊不知 他弹死的小牛 其实是迷宫深渊里的特一级魔兽米诺陶洛斯 救下的神秘少女 其实是王国的公主 这一次原本是公主王位继承仪式的试炼 却因魔兽米诺陶洛斯的突然出现 险些让公主葬身于此 事后调查组发现 特一级魔兽由一枚戒指召化而来 可如此强大的道具 明显不是寻常商人所能拥有 再加上对上面魔文的推测 他们很快发现敌人来自魔岛皇国 想来就是挑起两国的战争 图谋王国迷宫里的无尽宝藏 此外报告里的一个男人横空出世 手持一把寻常铁剑 仅花数十秒就击败了特一级魔兽米诺陶洛斯 让调查组无比疑惑 新手村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才 而且想要找到神秘男人的踪运 对方却跟幻影一般突然消失 可他们殊不知 他们要找的男主 只是新手村里的一名寻常可见的F级冒险者 在今早还若无其事的 继续帮老太太清理街边的下水道 会长见到男主回来 大感震惊 他昨晚不见男主像往常一样 回到冒险者公会领报情况 差点以为男主死在了牛头人的事件中 原来只有男主一人不知道 神秘魔物突然出现在矿洞闹市 然后被一神秘人斩杀 这个今天新闻已经在小镇上传得沸沸扬扬 会长也不禁感慨 就算是他年轻时候的 级冒险者水平 碰上特一级的米诺陶洛斯 也断然会被秒杀 根本想象不到一击秒杀那种恐怖魔物的人 又是何种妖孽 听到后男主不禁庆幸 还好昨晚自己只是遇到了一头小女 要不然可就麻烦了 也就在这时 一个人出现在男主身后 他正是男主昨晚救下的少女 会长见到少女大惊失色 他以为男主是不是闯下了什么大火 少女打断会长 让对方能不能把男主借给他一小会儿 而会长哪能拒绝 只是临走前要求男主千万不要冒犯到人家 为了避免人多口杂 少女打开隔绝声音和视线的护照 和男主一起在大街上若无其事地行走 很快他们来到一处隐蔽的角落 少女也表达了来意 他十分感谢男主的救命之恩 不管是财宝还是领地 他都可以送给男主 然而男主却对这些身外之物毫无兴趣 有对方刚才一句感谢就足够了 少女有被震撼到 随即他又哭闹了起来 如果男主今天不接受他的谢意 他就站在这里饿死都不走了 听到这的男主不禁陷入了回忆 十年前的他恳请僧侣收他为徒 曾说过如果对方如果不答应的话 他就一直站在门口 被大雪冻死都不走 这股一模一样的倔气 让男主不得已答应了少女的请求 去见他的父亲并接受谢意 在少女的领路下 男主来到了一处豪华的庄园 门外负责警戒的士兵 完全没注意到两个人已经走进去 直到进去走了两分半后 他们才解除隐秘魔法 还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女孩名叫林涅布鲁格克雷斯 因为名字很长 作为冒险者的时候 估计是知道对方是有着大贵族 或者大商人这种绅士的 突然两人撞到了一鸣阵网 这赶来的骑士 而他正是林的守护骑士伊尼斯 在他这里得知 林的父亲在大殿里和人谈话 至于林身后的男人 却让伊尼斯有些疑惑 很快林也做了解释 称男主便是当日救下他的恩人 但文言后伊尼斯却还是十分警惕着男主 之后在前往的路上 他们还遇到了一个耍着花枪的男人 他同样十分警惕人群后面的男主 伊尼斯让枪兵别无礼 这是林大人邀请回来的客人 然而下一秒 他又趁着和枪兵擦肩而过时 让枪兵待会儿也跟着去大殿 显然他还是不放心 让如此危险的男主靠近主公 来到大殿 他们终于见到了林的父亲 而这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林先生和一旁的兄长打了声招呼 随后信冲冲跟父亲说 他把救命恩人找了回来 国王对此很是感谢 如果没有男主的出手相助 那他的爱女现在就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他问男主需要什么礼物作为回报 国王的话和林之前说的如出一辙 但男主既不要钱也不要领地 这让国王有些难办 想要许诺给男主迷宫里出土道的一半财宝 王子有些激动 觉得国王有些过往 然而男主却还是表示不要 刚才能听到对方的一声感谢 他就已经很满足 这就让国王很郁闷 今天这份回礼必须送出去 随后他回头一望 在宝座的后面藏了一把黑漆漆的玄重尺 国王将宝剑取下 虽然剑身凹凸不平 看似其貌不扬 但确确实实是一柄能汗天动地的神器 国王表示这是他早年间剪刀的武器 一直和他并肩战斗 直到如今收起来吃灰 他不想让宝剑就此被埋没 于是就将剑递到了男主手中 可汪汪没想到 这在老国王手中看似轻飘飘的武器 却让男主有些被震撼到 不过适应了黑剑重量后的男主 一手就能将其拿起 在托付完宝剑后 国王请问男主能不能当灵的师父 带他一起锻炼 可男主觉得自己只是一介寻常的F级冒险者 没有这个实力教导对方 而且作为父母的 也不能这么草率决定儿女的事情吧 国王听后觉得也是 这种事情急不来 在男主临走前 国王再次表达了谢意 男主在回去的路上到处甩着剑 突然他意识到 剑身的大小刚刚和街道上的排水区差不多宽 那也就是说 以后去通排水区的时候就多了一把力气了 就在男主沾沾自喜的时候 刚刚跟在公主身边的护卫却追了出来 而他的另一个身份 则是王国骑士团的副团长 作为一个拥有神盾称号的战士 从小他就被赋予了 即便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公主的使命 既然男主救了公主的生命 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一命 表示如果男主今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能提供助力 男主也真是服了 他只不过是杀了一头小牛救了女孩而已 这一家人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吗 无奈男主也只能答应下来 对方询问男主叫什么名字 男主只是说出诺卢两字 却让伊尼斯瞳孔一阵 不过他也没有多问 转身就离开了 而男主转身才发现 一个枪头直接对到了他脸上 没想到先前出现的枪兵 又来拦自己的路 男主还一时间想不起 对方叫什么名字